开始干活 一天不啊 我是闹星巴拉 兄弟们 一大早刚到工地 工头找我谈话了 今天让我继续干荡荡一荡荡的活 干之前呢 需要签字画压 他告诉我 签完你就是我的人了 如果你在工地有啥事 我要负责到底 好的 签完了 开始干活 哎 兄弟们看看 这是几个意思 这是什么招数这个事 写个字 还得跨条腿 跟着领导走 吃喝拳都有 今天要破碎的就是这个地方 工头交代了 破碎之前先把这些借助垃圾 先给他清理所 为了场地开阔 好干活 注意看 兄弟们 这个地方就比较窄了 左侧是楼房 右侧是挡板 挖机根本就转不开 搞得我是属实没有办法了 只能狗刨式扒拉了 终于能转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挖机终于倒出来了 扒出来这个建筑垃圾 直接给他扔到垃圾堆上 龙式挖机嘛 必须把自己的路给修舒服了 要想负先修路 对吧 兄弟们 好的 现在找工头让他给我放个线去 从哪里破 破多大 又不给我放线 你说这工头 告诉我 宽度2米5 顺着楼边 荡荡以荡荡 好了 兄弟们 我们先换锤 昨天也不知道哪位兄弟 在评论区挨托我们工头 说是破碎一小时三倍 高了 一大早工头就要和我讲价 搞得我一早晨给人家解释了半天 哎 我也不想多说 随他去吧 我们抓紧世界荡荡以荡荡 这个水泥地面没有切割 我只能是先砸洞 后扣缝了 尤其是这个右边还得特别小型 一不留声就给砸透了 我这个天呐 今天荡荡的一个地方 混泥土40公分厚 为了让破碎一小休息一会儿 我只能下来打打黄油了 没办法 兄弟们 实在是找不到别的借口了 工头的脑子是真好使 你看让我干嘛呢 我的天 这个活的非得让领导加钱了 房子里面有一根横凉 让我给荡荡掉 我说干不了 干不了 他说你的技术好 你肯定能干 哎 我就干了 一说技术好 不给钱 我都想给干 破完了 兄弟们 按照工头的指示 赶天黑必须把这石头给清出来 看到这个石头 我头有点大 没地方坐车呀 我打算把这拐脚的大石头给它倾走 用小石头把这个脚底下给它垫一垫 不各龙胎 终于开进来了 兄弟们 真是太难搞了 我给工头说了 这十几米长倒着往出发 没法弄 结果他又说了 你技术好 你技术好 我一听这一话 哎 能干 不就是狗跑吗 谁不会啊 慢慢跑呗 今天跑不完 还有明天呢 工头都说你技术好了 你不干行吗 哎呀 我这妈呀 天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看 刚刚弄完 前面堆得跟山一样 今天破碎四小时 青石头四小时 一共干了八小时 昨天破碎还是按三百算的 今天成两百八了 都怪你们在评论区说的 说我的破碎高呀啥的 让工头给看见了 今天又少挣一百块钱 好了 兄弟们 下班回家 我是挖鸡小盒 感谢大家快看我的挖鸡日常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 干活 一天不挖 我是闹星巴拉 快看呐 天你知道我对挖鸡经历了什么 昨天啊 在那工地好处八十桶 晚上下班啊 就没在意 今天早晨一看 哇天 挖鸡成这个样子了 啥也不说了 跟着我这种司机算你命苦 趴下我给你洗洗吧 刚才啊 隔壁大哥说有一个十分钟的活让我去干去 兄弟们 十分钟的活怎么要价呢 我看得尽义务了 大家伙说怎么办 是要呢 还是要呢 还是要呢 人家还说了 不着急 你啥时候有空啥时候给我干 挖鸡太脏了 收拾完挖鸡 给他干活去 兄弟们 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啊 随一冲就掉了 正好呢 这半个月都没有清洗挖鸡了 今天好好给他清洗一番 昨天干那个破碎活啊 是楼上飞漆 是楼下飞灰 把挖鸡搞得真是没法看 活没干完 石头堆的一大堆没法干了 他们说了 今天拉石头 明天开挖 完了 我昨天晚上走的时候吧 他不给我结账 说是结完账 怕我明天不去了 我说我不去 你再找一个呗 他说 我就要你 你技术好 就要你干 我去 这帽子给我扣的 这工头老个人戴高帽 整得我有点懵啊 搞得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把挖鸡开回来了 大家伙觉得这事可靠不可靠 我不会让人忽悠了吧 工头说话呢 都是工地惯用的老套路 小伙子你技术又好 人又实在 我后边还有好多活都给你干 我怎么听着到哪个工程都这话呢 明天去了再说吧 挖鸡洗干净了 现在我要制作一个脚垫 怎么做呢 我也不会 给他复制一个十几块 买了一块地毯 顺着旧脚垫 沿边给他裁剪下来就完了 特别简单 用大脚痘都能想到的方法 想弄脚垫的兄弟们可以尝试一下 洗活 兄弟们开始展示 洗得干净不干净 现在就现在给大家看看我的脚垫怎么样 剩了一小块 我把这一小块垫到上面 平时脚踩这块不是有土吗 我们把这块设计成活的 往处一拉一抖 就干净再给它垫上 洗得干干净净的 晾两汤汤的 你看这往里边一做 就两字 得劲 熟患兄弟们 看看什么活 给它盘了去 老板嘴上说的不急 估计这会儿等刀急了 只不过是活少 不好意思催展 它这块有个垃圾堆 垃圾堆旁边有一个井 把它垃圾先给清一边 看看什么情况 说是要把这个井口给扒掉 我们下去看看 先问一下施工要求 我去 不好整了 下面有自来水管 有水表啥的 这会儿必须一抖解决问题 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手起抖落 走泥 哎 眼砸了眼砸 这事不赖 我赖盖板不结实 没事 只要不掉下东西就行 主要怕砸坏水管 说是十分钟的活 老板一看没到十分钟 又给我找点活 横头上有个广告架子 人购不好弄 让我用挖机给它扒拉下来 我一看这也不够高啊 能扒拉在哪儿 试哪吧 反正就凑够十分钟嘛 说了不要不要 老板骑着电动车是紧跟不放啊 这不追来了 哎 快下 说了不要不要 非得给人家说了 你这次不收 下次有活我再不叫你了 好家伙 下次不叫我不影响我的GDP嘛 我一听这话果断收了一百块钱 要么以后还没得干呢 兄弟们 好的兄弟们 我是挖机小和 感谢大家乖客我的挖机日常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 我去掉下来了 干活 郁闷了 郁闷了 兄弟们 什么情况呢 最近干的这工地比较严 严到什么程度呢 晚上挖机不让我工地里边停 这搞得我一天是晚上开回来 早晨再开过去 干不干活的挖机一天跑路就得十几公里 这不 工头打电话说了 让我过去给拆堵墙 大家伙跟随我的视角 我们过去看看 怎么给拆发 由于啊 挖机跑路比较费油 今天我给龙台补点气 胎压硬了 省点油吧 干啥啊 冲个气 那冲不了 能冲 能冲 低压态能冲油 一个几个人 四个压子 四个压子 能冲吗 你看这干啥呢 能冲吗 哎呀 我都冲了 哎呀 我都冲了 我说哎呀 你这啥车能修 我得已啊 一看挖机也能修 啊 挖机也能修 好多修车师傅啊 对这个龙石挖机这个龙胎有误解 他一看这个龙胎啊个儿大 哎 一看冲不成冲不成冲不成 其实像60的龙石挖机啊 他这个龙胎的话就低压胎啊 真空胎 呃 就4.5个压就够了 最近啊 老是感觉我这挖机跑路跑不起来 一般龙石挖机跑路慢呢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车太凉 油用太低 第二就是你开空调了 哎 速度也是慢 第三呢 就是胎压太低 胎压很关键的 我去 你看这还剩两个多气压 这个压力就太低了 我说这一天跑道跑不动的 不但跑道跑不动 你干活还不猛 来回来再晃一晃 多少了吗 哎 该多少多少 我谢了啊 甭想着给老板来几块钱 你看人家直接白手不要 好的兄弟们 我们抓紧时间上工地 赶早不赶晚去了 吃着门口又排队 办卡办手续啥的 麻烦 哎呀 才进门啊 兄弟们 挖机给办了一张卡 破嘴锤给写了一张承诺书 人家说不写承诺书 晚上破嘴锤就带不出来了 这工地管理的那是相当到位啊 哎呀 你不服都不行 我去兄弟们 我有点害怕呀 这不是拆墙 这是拆柱子 而且是立柱 要把这个立柱和这个衡量全部都拆掉 对不对他呀 我这心里犯嘀咕 兄弟们 我问工头说有影响吗 人家说没影响 你看这个立柱还支撑那个楼梯呢 你要是砸那个衡量 我觉得还没太大问题 砸这个立柱 我就担心啊 给工头说 工头说 他了算我的 挖机给你买新的 说实话兄弟们 小挖机我干这种活真没干过 真是害怕 主要这个现场也不宽敞啊 挖机站的还近 哎呦去 断了断了 柱子打断了 这个柱子打断了 没事应该就没啥事了 这下的话就好打了 结构给它破坏了 这次一打 好像一扒了就下来了 我去 要下来了 哎呦 我的挖机啊 我真是神采 哎呦 挖机没事吧 哎呀 我估计把铲托砸的变形了 看着还行啊 太危险了 站的还是有点静啊 这下就好弄了 这活就算完了 滑倒一扒 就完活 兄弟们 我虚心请教一下子 这种活我确实没干过 干这种活的话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真是第一次干这个活 我是挖机小和 感谢大家 乖看我的挖机的厂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